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平 今天 那天 父亲与那异族的女子 似乎有密室要议谈 蓝大人 何时启程 越快越好 没耽搁一天 便多一份风险 那是 我听父亲说 要启程离家 好奇之下 我便朝书房看了看 但只是匆匆一遍 而后 我回忆了无数次 却怎么也想不清那女子的身形样貌 大人 您现在可以仔细回忆回忆 那女子的容貌 身形 穿衣打扮 是 新枯兰大人了 谁 大人 您看见什么了 快 准备笔纸 是 这是什么 她胸前带了个陶制的配饰 样式古朴 可我一直来得及 看到个轮廓 好 好像是个哨子 你怎么知道 好像 在哪儿见过 我 你没事吧 两天放心 我还睡觉就好了 好 好 完了 奇怪 这配饰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 你竟可以还原得如此完整 可能是 在某本书上看过吧 会与我找找看 这文样 仆着神秘 派人几分 派人去南京茶茶 看此物 是否与摩托村有关 我这就去办 张萍 今天 徐东 去摆兰花 遇到他枕片 大人 这兰花我时常试弄 也闻了千百回了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益处 没想到 竟对张萍也管用 竟对张萍也管用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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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